PiNetwork已经正式被收录在CoinMarketCap的网站 CoinMarketCap在区块链和加密货币领域 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市场信息平台 所收录的都是已经上市交易的加密货币 难道Pi币已经提早上主网了? 可以交易变现了? 嗨,我是一本 PiNetwork越接近上主网的日子 更新就越频繁了 在6月还带来了几个重大利好消息 每个利好消息都将会让我们用手机挖矿 免费获得的Pi币变得更有价值 在这部影片我会根据日程 来分享6月的更新和利好的消息 如果你的家人朋友还没有上车 或者上了车之后又下车了 你就一定要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他们看 搞定了吗?搞定了? 我没上车哦 我没上车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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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上车啊 在我开始之前可以问你们一个问题吗 PiNetwork每次的更新你们都会点进去看吗 如果有的话就在下面留言1 如果没有的话就在下面留言2 那好,我们看看6月PiNetwork有什么更新和利好的消息呢 PiNetwork在6月5日正式被收录在CoinMarketCap的网站 接下来的几个月 CoinMarketCap将实时跟踪挖掘PiNetwork的数据 为PiNetwork上主网之时 估计和分析价格走势 PiNetwork还没有上主网 所以目前还没有加入追踪列表 但是基于CoinMarketCap的影响力 既然他们提前布局PiNetwork 就透露了几个重要的信息 PiPi是一个真正的加密货币 PiNetwork的流量和热度确实是太高了 CoinMarketCap提前收录PiNetwork 就是看中了PiNetwork未来的发展前景和价值 PiNetwork越来越火热了 所以也有很多人假冒PiNetwork官方名义去诈骗 现在全球涉及的诈骗金额估计超过3亿美元 项目方一直强调PiNetwork是免费项目 从头到尾都不用投资一分钱 而且PiNetwork一直强调一切都以App首页公告为准 千万不要相信在其他地方获得的有关PiNetwork投资的任何信息 PiNetwork还没有上主网 所以还没有在区块链上运行和在任何交易上交易或上市 没有ICO不需要你投资一分钱 也不会向社区募集资金 PiNetwork没有进行空投来送币 你每天需要在你的手机点一下闪电按钮 免费在手机挖矿获得PiP 另外要保护好你的密码钱包安全 不要分享你的助期词 不要把助期词给任何人 PiNetwork核心团队成员和管理员 永远不会要求你的密码、私人数据或钱包密码 你要保护自己 不要被诈骗 凡是打着PiNetwork要你投资的都是骗子项目 大家一定要远离 比特币在事业中大幅度下跌的起因 就是因为马斯克以比特币挖矿消耗能量太大了 不符合他们原本的环保理念需求为理由 放弃用比特币支持特斯拉作为支付的方式 比特币挖矿必须有50%以上是采用清洁能源 特斯拉才会继续用比特币作为支付 比特币挖矿工作证明的挖矿方式 需要节点消耗大量的能量来解决数学难题 以帮助算法达成共识 而PiNetwork采用恒星共识学艺的共识算法 对用户非常友好 并且理想的支持在个人计算机和手机上进行挖矿 这些算法都不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来达成共识 以确保区块链生态系统的安全 所以说Pi币的挖矿方式是符合环保的需求的 那么你觉得马斯克以后有可能会采用Pi币 作为特斯拉的支付方式吗 PiNetwork发布了一个新的开发者门户 那开发者门户是什么呢 简单一点说 就是一个Debt 气中情况应用发布提交审核的入口 PiNetwork允许来自全球的开发者提交自己的应用 这些应用开发的前提是要调用Pi网络的API接口 这使得开发人员可以在Pi主网运行之前 构建于主网兼容的应用程式 并与Pi用户进行测试 很快Pi Browser、Pi浏览器 就会成为集社交第三方应用 区块链浏览器于一体的生态系统 这样类似于我们日常常用的苹果iOS 或者是安卓的生态系统一样 举个例子 开发者有一个叫王者的去中心化游戏 自己的域名是王者.com 开发者就发邮件给PiNetwork 申请王者.py的域名 PiNetwork审核通过以后 所有Pi友都能在Pi浏览器输入王者.py 直接进入王者游戏界面 充值游戏支持Pi币支付 就是这种类似的方式 正是将来大量的Debt进入PiNetwork的生态 才会使PiNetwork包罗万象大大的提升Pi币的价值 就好比一个超级市场 陈列了2万多种商品 不是一个货架空荡荡的小店可以比的 为了保证Debt顺利运行 以PiNetwork供链兼容 项目方开放了API端口 在上组网前半年 加紧反复测试 保证所有应用将来能在Pi供电上平稳运行 这个开发者门户的发布 是整个生态架构的第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后期Debt的质量与突破全靠它 而Debt的生态价值 关乎Pi币的价值 也就是说这个门户的发布 才是到目前为止 唯一使得Pi币具有真正价值的第一次 以前的Pi币都只是概念 现在Pi币很快就要正式开始落地应用了 6月13日测试网区块高度突破了200万 从2021年1月28日 PiNetwork第一次重置测试网 安全运行到现在各方面都正常 证明技术没问题了 就在这一天 PiNetwork测试网又迎来了一个不错的好数据 区块高度已经突破200万了 区块高度是什么呢 区块链就是一个一个的区块 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连接起来的 而区块高度指的就是区块的偏好 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区块与创世块 第一个区块之间的快速 Pi使用的是恒星共识协议 3到5秒就可以达成一次全网共识 也就是说转Pi币3到5秒就可以确认了 而且Pi币的每秒能够处理的交易比数在1000笔以上 比特币一秒钟能够处理的交易平均才三笔 转账手续费也越来越高 如果你有转过比特币就会知道比特币最低需要10分钟到账 网络拥堵的时候30分钟我都试过 从这一点来说Pi币就非常适合作为人们的资产支付 除此之外测试网的总结点已经超过20万了 开容器的结点也就是活跃绝点的数量也已经超过12000了 这个数据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分布式对等网络了 要知道比特币目前的活跃绝点也才9000个左右 这1万多个活跃绝点是从20万总结点里面选出来的 不是说活跃绝点只有1万多 只是Pinework还没有完全开放容器 让所有运行绝点的PiO成为活跃绝点 因为需要活跃绝点的时候就可以从总结点里面调取的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绝点的话 你可以看我这一部影片 活跃绝点是区块链网络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活跃绝点的数量多少 直接关系到网络的去中心化程度和安全性 20万种绝点放在整个区块链行业可以说是老大了 要知道Pinework现在的测试绝点是没有任何奖励的 也就是说纯是做贡献和志愿的 其他的一些区块链项目即便是给了丰富的奖励 挂弯的节点也没有几个 不敢想象一旦Pinework上主网 在有派币或者交易费奖励的情况下会增加多少节点 Pinework核心团队成员 Justin Wu组织的DeFi峰会在6月14日正式打响 Justin Wu第一个闪亮登场 现场云集了世界各大区块链领域或顶级名流 里面都是区块链各个领域的DeFi精英或者交易场所巨头 全球DeFi高峰会是最大的专注于去中心化金融的专门会议和活动 Justin Wu是Pinework的市场行销负责人 就算没有在这一次的DeFi峰会上提及Pinework 也可以肯定的说DeFi和Pinework是离不开关系的了 况且尼古拉斯博士之前就透露过 未来DeFi将以一种生态应用程式在Pinework这个原创功令上运行 已经有两个非常不错的DeFi项目想在Pinework上组网后的公链运行了 6月16日Pinework登上加密新闻出版物Bitcoinish 我们可以仔细看看主页的最后一段话的翻译 你可以把新闻转载或者发给朋友 让越来越多人理解派 这已经正式代表着核心团队告诉我们全体派友 要加油去把这么好的项目去介绍给我们的朋友了 已经有专业媒体给Pinework真实性的背书了 这个报道的网站是国外非常著名的加密数字资产的评论网站 对于加密数字资产 不管是精英还是小白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因为它就像是一份权威报纸一样 任何项目只要上到这个网站 不管好或者坏 就是已经承认了项目的可行性 也就是说明Pinework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加密数字资产项目 对于报道 网站给Pine的评论都是非常正面的内容 我已经把链接放在下面的描述栏 大家可以翻译仔细阅读看看 我就选了两段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部分来跟大家分享 公平的说 Pine正在采用缓慢而稳定的方法在主网上启动 和其他许多的平台相比 这有备常理 这样做的原因是 Pinework正在使用测试板 与社区成员和开发人员一起跌代和改进学义 同时围绕货币开发其生态系统和社区 以引导经济 这个想法是 到主网启动时 已经建立了一个对产品和应用程序生态系统感到满意的网络 然后它的结论是 大多数主要加密货币的进入门槛非常高 以至于大多数参与者都被排除在外 在智能手机上挖掘Pine是一种观看加密货币 奖励每天累积的简单方法 然而这些奖励的价值需要Pine 获得网络效应的牵引力和使用 只有当有足够多的人参与 并愿意在Pine中交易商品和服务时 奖励才会获得任何现实世界的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 Pine的成功取决于它能够接触到足够多的人和足够多的公用事业 如果该项目能够应对这一挑战 那么Pine在主网上启动时就很有可能取得成功 我个人觉得整篇文章讲的都是重点 有非常大的可能性是项目方向Bitcoinist投稿的新闻报道 不过这都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项目方正式开始让Pinework正式走入大众的视线 已经开始走宣传路线了 准备开始给Pinework造势了 可以看得到上主网真的离我们不远了 你还不要快点上车吗 那如果你还没有下载这个手机walk app 我会把链接和邀请码都放在下面的描述栏和第一个留言 Pinework手把手的操作 你可以看我这一部影片 6月17日不能登录进去Pinework 今天有很多国家的人不能登录进去Pinework 让很多人都少挖很多拍币了 我影片的留言区有很多派友留言Pinework不能登录 也有很多热心的派友提醒我别忘了挖矿 放心我是有设置闹钟来点击闪电按钮的 一定是不能登录我才会没有挖矿 其实有时候进不去 不仅不是坏事而且还是好事 它至少证明了两点 派友数量在增长 在Pinework里面活跃用户数再增加 加大了对服务器的数量交互需求 而服务器还没有进行扩容导致的 核心团队在后台测试或者添加一些新的功能 为即将发布的新功能提前做准备 所以下次再看到摆屏幕或者不能登录 就给些耐心吧 是好事不是坏事 6月28日Pi2 Day 即将到来的6月28日是Pi2日 为什么有Pi2日呢 因为研究率等于3.112 3月14日是Pi日 3.14乘以2等于628 所以6月28日是Pi2日 Pinework传统上都会在Pi日和Pi2日发布重大消息 可以期待在这一天会有好消息出来 最好是有爆款的Dev 可以在这一天上线 打响上主网之前的第一炮 如果你喜欢我这样每个月 为大家更新Pinework的最新消息和我的看法 就一定要点赞这部影片 以及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观看 让他们对这个项目更有信心 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每天要准时点亮闪电按钮 要知道迟了几个小时点按钮 你和你的朋友都会少花很多拍币的 如果你们希望我每个月都可以为大家制作类似的影片 就在下面留言拍吧 如果有很多人留言 然后这部影片又有很多人观看的话 我就一定会为大家继续努力 我是一本 我们过几天再见 拜拜